双手合十 虔诚祈祷 关怀据点长辈 看见土耳其地震画面 忍不住落泪 长照据点发起活动 为土耳其地震慕心慕爱 阿公阿嬷慷慨解难 爱心不落人后 土耳其强症 让75岁退休老师郑秀碧 回想起921地震时的苦难 我们这个年纪的 都经历过了 所以可以感同身受 今天来上课 能够让我能够有机会付出 过去在荣公处上班的廖继贤 曾在中东地区工作4年 对当地有很深的感情 祈祷他们找路重建家园 到家里能够平安 每一个人都有把他们的爱心 都把它全部都拿出来 我看到了真的是 我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很感动 在全台各地许多慈祭长照据典 也都发起慕心慕爱活动 来自不同地方的长辈们 一起将温暖的慈悲心 化为实际行动 送爱到土耳其 大海新闻张国丹 林欣宏综合报道 其他焦点要来关心 专件的 不管不仅 还不仅